还有这个让人羡慕的行业 当然空姐是一个 那机长更是了 对不对 机长 但是别看机长开飞机 样子很帅气 其实长途飞行是很辛苦的 说詹姆斯机长 我们聊聊看 飞机上其实有一个 机师睡觉的神秘小空间 对 这是多大的飞机才有 还是 一般来讲广体客机都会有 但看公司选配 就说我这个公司 虽然是广体客机 它不飞长城航线 它不需要 因为只有两个飞行员 两个飞行员飞行的话 没有飞行员可以跑到 休息室去睡觉 但我们长途线 譬如说我们飞欧洲飞美国 通常要两组的组员 两个正驾驶 两个副驾驶一起飞 两个人飞的时候 另外一组就在后面睡觉 我想说两个人飞 你去睡觉谁开 好像说电脑会开是不是 自动驾驶等一下打开 就可以都去睡觉 Google小姐在开 所以说有一个睡觉的舱 对 叫什么 叫做我们叫做棒壳 就是那个水产棒壳 这个啊 对 那我们叫它棒壳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英文叫做棒壳 哇有一个小楼梯 对小楼梯爬上去 它有点像 有点像是那个胶囊太空 胶囊那个旅馆 所以两个小空间小胶囊 哦 如果上班时间过长的话 机长也可以休息 对 然后组员就是空姐也可以休息 对但是空姐有空姐的棒壳 我们飞旋有飞旋的棒壳 棒壳就BUNK嘛 所以它叫棒壳 英文叫棒壳 所以中文我们就叫它棒壳 哦 是是是 对 坐在椅子上面 那睡觉的时候要吸安全带吗 不用 不用嘛 我们 里面是可以躺着的吗 对它就像胶囊女馆一样 其实它就是一个 它就一个握铺 太空舱这样 太空舱这样子 所以它空间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那飞旋有飞旋员的 空服员有空服员的 因为它不想要空服员休息的时候 跟空服员混在一起 那你休息时不好好休息 是是 对对对 浪费体力了嘛 机长可以骂 副机长 不要睡错地方 所以机长有一个固定的 副机长有固定的 对我们通常是有固定的 这个 但组员那就没有固定了 没有固定的 所以其实一上飞机 副驾驶不成文规定 他要先去这个bank里面 帮机长铺床 铺床 他要铺床 要帮学长 学弟要帮学长铺床 对他要铺床 我们要拿毛毯把床位铺好 铺干净一点 但是在巡航的时候 我休息的时候才能可以睡得舒服 一般来讲 譬如说14小时的航程 我们就对半 就两组组员飞 我们就对半 14小时 头尾扣掉1小时 甚至12个小时 我们大概可以睡6个小时 一起飞后1个小时 另外一组没飞的人 就进bank睡觉这样子 是是是 但是这个bank 你们不要看 你们不要看好像很好睡 其实他非常非常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 不都已经可以躺下了吗 对 他其实他只是一个 一个可以躺下的小空间 其实他不是那么舒服 因为他坐不起来 所以你一坐起来 就会撞到头 所以你如果 如果刚进到长城机队的时候 你这对这个bank不清楚的话 你常常一起砍一下 撞到头 砍一下 手就这边敲到那边弄到 所以他的bank非常非常小 这bank 尤其是怎么样 就是说 他空间很小 你们刚刚看到嘛 所以你轮班的时候都是跟副驾驶两个一起进去睡觉 所以像副驾驶是男生没关系 我们就大家坦诚相见 因为你不可能穿着制服睡觉 对不对 你一定在那边搭着衣服 他叮叮叮叮叮就脱了 脱了才爬 我们要爬 爬进那个bank里面睡觉 要钻进去 对对对 出来的时候就叫副驾驶帮你搭 脱出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就是形容的有点像停尸街 对但是我 你知道我飞行这么 我飞行这么久 这个bank通常是很安静 我bank里面有电话 就是以免有紧急事情发生 但是电话通常不会有人会打 就是说除非另外一组主人在驾驶舱 发生紧急状况 失火了 发动机失效了 施压了什么 他会打电话进来 就我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 睡得开开心心 这样 美梦正田 结果那个bank电话响了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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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件事先把它起来 那我已经飞了二十几年 所以有职业道德 一起来我就 我先听 先听声音 左右声音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声音不一样 有可能发动机失效 我要是 因为我一弹起来 我知道一定发生事情了 声音一样 发动机没失效 先感觉一下耳膜有没有异常 如果异常可能施压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感觉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用砖的砖出棒壳 窗帘一打开 副驾驶头也伸出来了 他副驾驶头伸出来就 他就什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 因为有能打仗给我们 可能驾驶商出事 所以我们两个跳出棒壳这样子 然后穿衣服 因为我们穿着内裤在里面睡觉而已 拼命胖胖这样 副驾驶衣服衬衫拉一拉 我裤子拉一拉 拉链也没拉这样子 两个要往棒壳里面连滚太阀充借 因为如果是驾驶商有紧急事情发生 是很危险要趕快冲出去 那副驾驶说 副驾驶说有可能是说不定有人按错这样子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有职业道德的 我讲武德的 我就说即便按错 我还是出去看一下 不然我在这边睡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发生就不好意思 一冲出那个棒壳 其实棒壳 所有飞机的棒壳都在驾驶舱旁边 因为它要方便你紧急状况冲回去 冲出来那个坐舱长就看 飞行我们很紧张 为什么一光不准就冲出来了 我们就想说驾驶舱出事了 坐舱长就跟着我们也有很紧张 又去按驾驶舱的电影 要赶快进驾驶舱 一进驾驶 两个正副驾驶回头看看我们 我们看看他们 没事 鬼打铃 没人按铃 就鬼打铃 驾驶舱没人按电铃 但是我们驾驶 铃明明就这样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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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抓起来之后对不对 没声音挂起来就当当当当当 我们才以为说驾驶很紧张 打铃进来很紧张 没时间跟我们讲话 就这个是没有人 连按错都没有 完全没有人按 没有人按 我很问着坐舱长说 你去后面抓看是谁 哪个确认人按 这个铃都没有 验子文啊 慢软啊 有啊 但是我跟你讲 像我这样跟你们 大家讲了之后对不对 不要以身试法 因为我跟你讲 也是有法律责任的 不是 有些客人他知道 半壳在什么地方 他就跑去半壳睡觉 真的 超发掌 因为有弱势 因为只有长城县的 长城县才会有主员 到半壳里面睡觉啊 那假设你 独林哥你飞个日本线 对不对 你知道半壳在什么地方 四下没人 你爬进去就睡了嘛 对 落地前 你再爬出来 回到座位上 请问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真的有啊 可是他们都不会看见吗 空姐都不会看见吗 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短程 他们根本都没有在睡 所以上面是空的 上面会不会有人 短程先会有人啊 天哪 了解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执点迷惊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迷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